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說 黑客從聯邦政府數據庫裡 盜取了2150萬人的敏感信息 聯邦政府在今年假期說 黑客入川普人事管理局的個人數據庫 盜取了大約420萬人的信息 自該時候以來數據洩露範圍急遽擴大 不少官員私下指責黑客是來自中國 但在公開場合 美國正在對數據被盜的事件進行調查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